6.3 會講Psy-Cosy-Tension的圖像 我會借助George Baderich K的網上講解 如果有興趣的話,你自己也可以上網 選中五的課題,他在中四中五到,逐三角 有很多東西可以看到 在講這個圖像之前,首先我們要重溫一下Psy-Cosy-Tension的特性 尤其是Psy和Cosy 好,我借了另一個網頁Foto幫忙 不用怕英文 什麼叫Psy-Cosy呢? 就是如果現在我給你一個角度 現在我不用三角形了,我用一個座標去考慮 X軸的正外邊開始做起點,逆時針,量度角度出來 好,我一量度完之後,我們就從O點開始 畫一條線 畫這條線的長度和它的XY座標 有公式 Psy-Veta和Cosy-Veta 分別是兩個分數來的 但是之前說過,其實我們可以做一點手腳 因為條線沒有規定,畫多長 實際上,Cosy-Cosy是比例 畫多長也可以 不如O,P,我們就繼續畫一,那麼長 那就是,好像這樣,沒有一個墳墓 好,所以現在呢,XY座標呢 就剛好分別代表著Cosy和Sy這個角 再簡單一點來說 以後逢親我們說Cosy的 都是說跟X座標有關的 Y座標呢,一定是跟Sy有關的 好了,但是什麼叫XY座標呢? 那就看一下圖了 X座標的意思,其實就是這一點 所以,另外一個方向呢,可以說跟O點之間的長度 大家要留意,如果它來到這邊 我可以說到那個負數來的 負數,也是在說它的長度 不過呢,就在說它的長度計的方向 就是另外一個方向計的,在左邊 Y座標,其實也說相同的東西 這一點,向左督,來督到這裡 督到Y軸上面的數值 所以呢,也在說它跟O點之間的距離 那麼呢,待會的圖,我們會把這個距離 平移到這裡的 其實這個距離,就是這個距離 所以呢,Y座標就是這條線的長度 不過呢,還是要留意正負的問題 如果呢,它是潛到下面,潛到水底的 那這個呢,就是一個負的距離 數值上都是那個長度 不過呢,正負上調轉了 好了,預備完畢了 Tangent在圖上呢,就比較難看到的 那你,如果你想Tangent 將它想到,浪費了就行了 好,回過來 現在我說,我會移動這點的 那由於呢,我規定了 我們測過這個角度之後 畫這條線的長度是1 那所以它可以移動到的位置呢 都是一個半徑是1那麼長的圓形 那所以呢,它已經畫予先畫定給你了 好,當我稍後去移動這點的時候呢 你會見到呢, Cyclepsi有不同的變化 那我先說 size吧 Cy-pheta 0度,即是在起點上 它讀到Y的左標應該是0,因為它是X軸上面 但隨著我的角度增加,這條線會慢慢逆時增方去轉 而這點也會慢慢升高 什麼時候升到最高呢?就是90度 它的升到最高應該是跟棍子一樣長 然後它會慢慢跌下來 跌到180度那點就會跟原本幾點一樣高 即是大家都是0 但當我們繼續讀下去的時候 藍色線的長度又出現了 不過這次我們讀到Y的左標的時候 可以讀到負數,即是數值上 都是長度,但這次轉了負數 最低點應該是270度 它是一個負數,而且它是1那麼長 所以就是負1 然後繼續讀到... 慢慢升到起點,即是0 好,我們走了一個圈 當我們想繼續增加這個角的時候 例如361度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由起點再開始 所以361度跟1度的情況一樣 我們繼續繼續增加 越來越增加 再走到90度 即是450度的時候 游到最高點 都是1 當再走到90度 即是180度 即是360度 再加880度 即是540度的時候 它又去到0 它繼續落 又變成一個負的長度 好,因為我讀到Y 再度到負數 好,如此類推 我們發現 我們走第二個圈 所遇到的情況 會跟第一個圈一樣 好,在右邊 其實大家一直看著 其實我一直在記錄 究竟我浪費這條線的長度變化 大家發現 由0開始 首先會上升 之後會變回0 再下降到最低點 再回起點 有兩個特性要知道 第一個特性就是 但是它最高的都是 離不開一個圓的物理點 所以最高度是1 最低就是負1 所以最大最小的就是這兩個 其次 其次 我們繞圈的時候 繞了一個圈 就回起點 所以逢親 圈了360度 我們下一個循環 就會跟之前的循環一樣 我們叫這個做一個 360度做一個周期 好,說完篩之後 今天就看看cos 好,重新設定到0 首先cos 在0度的時候 應該是1 那麼長的 因為我們在說 這點 讀到x座標 現在就是x 的座標 就是x屬的數值 就是在棍子的長度 所以是1 而橫是cos 但是你看到 隨著我的角度增大 逆時針方向轉的時候 綠色線會越來越短 短到當它到y軸上面的時候 綠色線會變成0 之後的軸 讀下去的時候 就跟之前一樣 它去了x軸的另外一邊 負數那邊 而且它去到最低點 所以是負1 之後會慢慢增加 數字越來越小 然後到0 再去起點 1 跟之前情況一樣 361 即是好像之前1 一樣 又從起點出發 所以剛剛發生過的事 就是慢慢 由1 縮小由1 之後慢慢再有負1 變回1 這件事又重複發生了 所以 cos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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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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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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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後另一段影片會詳細的說明 Tangent 可以給你看看 但通常Tangent 我們都不會刻意記住 Tangent 如果你硬要重複圖上找Tangent出來 通常我們不會這樣記 其實就是這樣畫出來 黑色線的長度 所以你看到慢慢增加的時候 它會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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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應該會超級長 長到爆炸 但到90度的時候 線會沒有了 因為平衡線是不會相交的 所以90度的時候就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說它是負數 因為現在Size是正 cos是負 Tangent 就是正數除負數 所以是負數 慢慢縮斷 慢慢又變回長 又變回之前 90度 平衡 270度 接著又回到這點 如此類推 Tangent 是比較特別少少的 第一件事 它是沒有上限下限的 第二件事 它是每180度就輪回一次 180度是它的周期 第三件事 90度這點由於兩條線平衡了 所以其實它是沒有一個定義的 我們說Tangent 90度是計不到的 沒有定義 1個屁股 2個屁股 這邊 2個屁股 也有一個 超級小的屁股